第四章 长剑问答 我出差在外很不适应,一个人很孤单,加班多压力大,身体也出现了业障疼痛,总是想念原来正常工作正常修行的日子,念念想着快点回家。 今天与家人通话时竟然落泪,请问如何才能让心安下来? 答 过去,现在,未来,何处是家? 当处即是,处处庆善,时时明月,春风绿大地,细雨融心田,心一转,处处是凉田。 问 一 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每天下班后,感觉无聊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是个爱热闹的人,但生活偏偏这样,我简直要疯了,干什么都没动力,每天就是混日子耗时间。 请问,怎么才能改变? 二 前些天我还招了鬼,这让我更加郁闷,连鬼都欺负我呀。 都说,神鬼怕坏人。 那我是不是应该做坏人呢? 再说,不是说皈依了,学佛了,就有佛菩萨保佑吗? 为什么我还会招鬼? 而且我念佛也没有变好,最后还是一位仙家帮我弄好的,这让我很伤心。 我平时很诚心信佛念佛,为什么关键时刻,佛菩萨都不帮我? 打 一 空余时间多,正好学佛修行做功课,将时间安排好,安排好功课,学习半小时,坚持日行一善,长随佛学,依教奉行,长期坚持,生活会非常充实的。 二 你根本不信佛,不按照佛法修行,自己颠三倒四还在埋怨佛,难怪佛在仪教经中说,我如良意知病说要,服与不服,非依旧也。 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之日不省,非导过也。 委屈难过 问 最近 诸多不顺,心里颇不平衡。 我自认为此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 上班以来,将近一半的收入给了父母,一直没有太多积蓄,错过了买房。 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到现在一直不能结婚。 工作上,也因为家里的原因,不得不忍气吞声。 家里的麻烦事我也都尽力解决。 我几乎都是为了家里,从未为自己图谋过什么。 家里的财产,我也表示过,绝对不会和姐姐争,我什么都不要。 但是父母依然为钱争吵不断,令我很自责,不能满足他们。 对同学,对朋友,对同事,我也是尽心尽力,但总是没有什么助缘。 我知道,也许我此生就是来还债的。 虽然从来都是压抑自己的想法满足家人,但是到头来,家里还是一团糟。 父母该吵还是吵,最近更是闹到要离婚的境地。 我劝妈妈想开写,多念爸爸的好处,不要老看缺点。 我妈就觉得我不理解她,指望不胜我,认为我把她当累赘,我爸更是一语不合就发火。 作为子女,我真的很想孝敬她们,让她们安享晚年,可总是事与愿违。 我觉得我尽力做了,可还是无法扭转局面。 面对这样的局面,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心里很委屈,很难受。 可是我男朋友说,我从头到尾总是抱怨,说是为别人,其实心里都是自己。 境遇不好都是自己的错,都是业力的照感。 以前做了坏事,现在就要还。 您说,我这叫抱怨吗? 难道我就得天天人前人后都得硬绷着,什么都说好,什么都是我不对,这才是真修行吗? 难道,无论别人怎样对我,社会怎样不公,我都要感恩吗? 所有的一切,我只做的,却说不得,说了就是抱怨,就是自私,就是不知感恩吗? 答 是的,不要抱怨,不要放在心上。 明了,因果道理了,一切都随缘就好。 对于家人,我们尽力了,就够了。 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安心的修行,安心的过日子。 诸事不要放在心上,快快乐乐地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被人清贱 问 没学佛时,我坏事干尽。 堕胎 杀生 邪淫 现在生活得也不好。 打完气我一直坚持功课,已经两个月了,不过我先生对我的态度还是很不好,那很难听的话。 我知道自己以前错了,并且以后也不做了,但他好像有心结似的,隔两天就把我以前的丑事儿拿出来骂一顿,一而再,再而三地骂。 我有时实在受不了,就回敬他两句。 不就那么点破事儿吗? 没完没了的。 前两次,他把我请回来的佛像烧毁了,我心里又气又急,真想离婚算了。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在地狱,不学佛的话,真想死了。 在这个世界,大家无非是彼此伤害,真的感觉,活着就是来受罪的。 答 这种状况是自己造成的,所以要安心承受,不必烦恼。 要想到,你的先生骂你,是好事情,是在帮助你消除以前的业障。 现在安心承受就能消除业障,不必等到将来到地狱或其他痛苦的地方去还债。 这是好事情啊。 要心中欢喜地,接受对方的辱骂,就像听最爱听的歌曲一样,这就好了。 迷茫 消极 问 我今年大二 自从上了大学,我发现学习很吃力,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如今按六部曲修行还不到一个月,我的焦虑明显好转,体质也有很大改善,我很感激佛菩萨的加持。 可是,我越发感觉,那些基础课程即使学了,将来工作也用不上,纯粹浪费光阴。 因此,我对学习一点儿都提不起兴趣,甚至想放弃学业。 我考上大学很不容易,父母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如果成绩不好,回家后父母可能会因此障碍我修行。 但我真的是有心也无力,不知该怎么办了。 嗯,是不是应该加颤? 打 不要认为没用,完全有用。 将来就明白了,应该认真学习,不辜负父母,自己,天地。 问 我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 本来我雄心勃勃,想要做一番事业。 但是最近突然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找不到任何能让我积极起来的办法。 按照我内心的想法,俗世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 世尊说,人生难得,只有修行才是我的归宿。 但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去修行呢? 我知道不能这样荒废光阴,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振作起来。 打 边工作,承担社会责任,边修行,追求心灵的解脱。 问 从去年三月份接触地藏七以来,我基本在按照六部曲修行,生活各个方面都比以前顺利。 但是,在要孩子的问题上,始终非常坎坷。 去年十一月查出宫外孕,蒙佛菩萨保佑最终没有动手术,属于宫外孕自然流产。 今年六七月份时,我发愿,一个月送一百部地藏经,向地藏王菩萨求一个智慧福德的孩子。 虽然最终超过一个月才完成,但不可思议的是,八月份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想这个孩子肯定是菩萨送给我的,我非常开心。 在怀孕初期,身体基本没有不适反应。 但不幸的是,第五十一天时,突然自然流产了。 我实在太痛心了,由于怀孕前我如素将近半年,所以怀孕之后我照旧如素。 但是我的先生不信佛,所以很为我的营养担心。 这次流产,家里所有的人都指责我,都说是因为我吃素才导致这个结果。 上次发生宫外孕的时候,我看过可许则许这本书,从中领悟了一些道理。 但是我本以为,经过将近一年的诚心放生,诵经念佛,会慢慢消除我的业障。 可是哪知道,自己的业章还这么深重,原亲债主还是不能轻易原谅我呀。 现在,我在家里连吃素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我自己也提不起做功课的积极性了。 唉,在学佛的道路上,我突然感觉自己迷失了方向,心情非常沉重。 打 我们造作的恶业,是累生累世的,积如虚迷。 修行时间是短暂的。 一年时间,就想将过去的恶业消除见到好处,需要逐渐做到才行啊。 人若行善,福随未至,或已远离。 人若作恶,人若作恶,或随未至,福已远离。 坚持吧,不要疑惑,放弃了就可惜了。 要坚持吧,要坚定信心,相信佛,依靠佛,不要怀疑。 悲观厌恶,问。 命运的挫折与无奈,改造命运的艰难,让我活得好累啊,怎样才能看到希望? 自己命运是自己造作的,不顺利是自己造作的恶业大,感造的恶果大。 学习佛法明了因果,遵守五戒十善,坚持败颤,诵经念佛,消除业障,逐渐改变命运。 问。 我学佛已有几年,常常感觉自己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感觉这个世界索然无畏。 都说,学佛越学越快乐,我怎么没有快乐的感觉呀? 是我放不下吗?还是我的修学方法错了? 我以前散念阿弥陀佛,不常诵地藏经。 最近我开始拜大颤,诵地藏经。 答。 这是自己业障中,身心陷于淤泥中的感受。 要忍悔业障,读读地藏经,超度自己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平时多念佛,力量不够就不能改变命运。 所以,要精进修行,真正依靠佛力,改变命运。 讨厌家人 问。 我和婆婆一起生活很多年,一直相处得很好。 她今年七十二岁,也许是人越老越糊涂。 今年,她做很多事,让人很反感。 我对她生起很大的嗔恨心。 事后我也觉得不对,也深深忏悔过。 可还是控制不住情绪,老爱顶撞她。 我现在非常烦恼。 请问,我该怎样才能对她没有嗔恨心? 答。 我们如果不修行,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的。 做事也会颠三倒四的,也会遭到孩子的白眼。 哈哈,老老实实修行吧,有空多念佛。 问。 我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怎么看她都不顺眼,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这样。 嗯,不过她对我很好,而且她学佛很久了。 我的任何刁蛮任性无理取闹,她从来不跟我计较。 可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看她不舒服。 可是却又分不开。 她说,我们是恶缘。 我该怎么办,怎样才能看她顺眼。 答。 应该多看对方的优点好处,不要看缺点。 何况,这些缺点,是你的片面看法。 应该按照佛教会的因果原理去认识,用五戒十善去看待。 其实啊,都是优点。 应该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多多念佛,转变自己。 问,不知为什么,我很讨厌我婆婆,她的好多行为我都不喜欢,甚至连她咳嗽我都不喜欢。 我也知道这样不对。 自己很痛苦,我也不想这样。 请问,拼命做功课,能缓解吗? 我想知道原因并改正,想把自己心里阴暗的东西说出来,想把它变阳光。 打,一方面我们本身有各种偏见,另一方面别人也有各种问题,所以呢,容易产生看法。 还是要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消除业障,身心清净,看任何人都会清净。 怨恨家人 问,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我最小。 我和我大哥差二十多岁。 长久以来,我一直怨他。 因为,一,他指引我去读中砖,却在别人面前说,现在读中砖没用,最少也要读大砖。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听后很愕然。 我大哥是大学生,这在七十年代是很难得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的学业做出那样的指引。 二 他供高我慢,说话无非是炫耀他自己能。 他喜欢嘲笑别人的短处,也包括嘲笑我的母亲。 还有,他喜欢夸大程度,喜欢用刻薄的言语,不论何时何地,说话都如同吵架。 三 如果我有进步的话,他会打电话关心。 但是,他会一直问到我的进步,其实也没什么为止。 我感觉自己像被脱光了衣服一样。 四 对我的婚姻大事,他极少过问,偶尔问起的时候也是一副吞吞吐吐,很不得已的样子。 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 五 平时打电话来说东说西,而对我真正关心的事,却避而不谈。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读安氏全书看到,愿从亲起。 原来真的如此。 我大哥对我有很大恩德,毕竟在黑暗中指引过我,但是我却无法接受上面的这些情况。 现在,他打电话来,我只是恩阿应付一下。 我不是有心说他不好,但是我心中确确实实对他产生了看法。 这让我非常烦恼。 打 我们处于这个世界。 面对各种事情,各种人,无非是纷纷扰扰,不得安宁。 所以,我们要学佛,明了因果,遵守五戒十善,随缘度日,安心修行。 平时不要把这些烦恼挂在心上,做个没心没肺的人。 遇到事情,就是念佛,依靠佛力奔向光明。 好人恶报 问 我朋友,带领一个商业项目。 因为没钱租房子,想借用我们的办公室。 当时呢,办公室空闲的时间和空间比较多,所以就答应了他。 没想到,他来了以后,不征求我们同意,就擅自改变办公室布置,影响了我们工作。 我们及时向他提出意见。 虽然办公室恢复原样,但是他对我们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态度,搞得我们很被动,好像欠了他似的。 这件事,使我的心情很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他的不满与怨恨。 答 五大预言中,有东郭先生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呢,有骆驼要求在帐篷中取暖,得寸进食,将主人踢出去的故事。 众生有贪,有贪,遇到机缘就会发作。 古人说,君子之教,淡如水,又说亲兄弟明算账。 这都是对我们交友原则的实践总结和指导。 问 当我看到前夫和他妈妈生活的不好时,我不计前嫌,考虑自己还有能力,就管起他们的生活。 前夫每天玩麻将不上班,我考虑我学佛,就把他们都当成菩萨吧,无条件地提供他们。 前天早上六点半,我给他妈妈送去我买的鞋,可是前夫嫌我来得早了,连开门都不愿意。 说他今天难受,让我明天再给他送过去。 他们觉得自己是弱者,有我这样不要任何代价的人为他们服务,他们没必要工作,也没必要为别人付出。 打 过去有个古话,叫救急不救贫。 每个人都应该自立,自己承担社会责任,自己工作,养活自己。 过度的救济,可能养成了被救济人的惰性和依赖,这是害了对方。 行善,应该智慧地去做,不能无原则。 问 自从信佛以来,我的脾气变得比较温和。 以前容易生气的事情,现在都看得顺了。 嗯,可是呢,我越不发脾气,我老公就越得寸矜持。 现在动不动就对我大呼小叫甚至恶口。 有时我也觉得,他太过分了。 但是想想, 嗨,既然自己修行了,那就不要计较,不要起称恨心。 但是对方不明白,我越软,他就越硬,搞得我忍也不适,不忍也不适。 请问,我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关系? 答 应以菩萨身得度,极限菩萨身而为说法。 应以金刚身得度,极限金刚身而为说法。 老天不公 问 我的一个堂弟,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差,考试经常考零分,连初中都避不了业,而且为人爱争斗,不肯吃亏。 可是,他通过脱关系去当兵,后来又通过走后门去军事院校学习,哎,出来就相当于公务员的待遇了。 跟他一起去当兵的人,表现比他好得多,可根本就没这么好的机遇。 别人从小成绩很好,考上好大学,也没有我堂弟这样的机遇,这样的待遇。 所以有时候想想,我觉得人生真的很讽刺。 一个学习成绩这么差,人品也不怎么样的人,在家里经常被长辈看不起,认为最没出息的人,他今后的发展,居然是最有前途的。 答 佛法将三世淹果,不要只看仪式,三世才能看清楚。 请看看可许则许这本书。 遭遇不幸 问 未开口,泪先流。 我是个单亲妈妈,带着五岁的女儿。 孩子很小的时候,前夫就跟我离婚了。 因为房子是她的婚前财产,她有耍无赖说,自己没工作。 所以法院也没有办法,最后盼房子归她。 她一个月给孩子一百块钱的抚养费。 当时我刚生了孩子,没什么工作,要不是父母接纳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可是我们刚离婚不久,她就和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 这么多年,她没有看过孩子一次,没有给过一分钱,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可能她早就忘了我们母女。 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些,我尽量努力工作,同时兼好几分职,也试着调整心态,让自己内心没有恨。 虽然我知道,这些都是烟果,这一定是我前世对不起人家的果报,可我还是看不透,放不下。 为什么那么负心的人却有好日子过,而我,却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来承受? 打 可以到菜市场去观察。 看看关在笼子里的鸡鸭,他们失去同伴时的反应。 看看水池里的鸡,岸板上的肉,他们为什么如此? 问 老公有了外遇,向我提出离婚。 我休六不娶一年多,深感自己业障深重,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反复看了可许则许。 现在的心情还算平静。 我常常自己劝自己,这就是我的果报,怨不得别人。 但是对于未来,我突然感觉迷茫。 不知道遭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佛菩萨在为我的修行扫清障碍? 不过我很害怕面对父母家人。 如果我离婚,是不是对父母太不孝了? 打 如果对方提出离婚,那双方之间还不是真正的善缘。 所以,我们过去不明了因果,不遵守五戒实善,由此造成自己的不顺利,给自己,给家人带来困扰和痛苦,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从现在开始,应该真正修行了,真正遵守五戒实善,真正按照因果原理去处事了。 这样,将来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 问 我是单身妈妈,修六部曲三个多月。 我修六部曲的原因是,希望我和女儿好起来。 我打过一次普通期,两次精进期,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我的女儿属于同性恋。 去年底得了肺结核。 她不去之了。 现在左肺全都盖化,右肺也有很多盖化点,每天都咳嗽。 我让她住院,她不去,吃药也不吃,说,能活几天,试几天。 她每天不正经吃饭,只吃方便面麻辣烫,不让我管她,也不让我送饭。 她每天都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下半夜睡觉,第二天下午起床,也不去上学,那个女孩抽烟喝酒。 我怕这样继续下去,我女儿会死。 我劝她去打气,她也不接受。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这样生活下去,实在太可怜了。 作为妈妈,我无能为力,心里痛苦至极。 到底是什么因缘导致这样啊? 作为妈妈的我,怎样才能让这个家庭继续过活下去啊? 打 现在的生活状况,按照佛教来讲,都是过去世造下了因。 现在缘分成熟了,就变现结果。 这是因果道理。 修行佛法,逐渐明了道理,遵守五戒十善。 长期坚持,消除业障,命运才有可能改变。 不是短期就可以变化的。 而且,每个人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别人往后,别人往后,很难代替。 建议你,随缘度日,安心修行。 虽然现在很艰难,但是要忍耐,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 依靠佛力,逐渐改善。 突发疾病。 问 我三十岁。 从小到大身体挺好,从没得过大病。 我学佛一年左右,最近按六部曲修行,每天至少一部经,三遍大拜颤。 尤其喜欢念佛,常常起草念佛三个小时左右,还经常放生。 正当我按部就班投入到六部曲修行已半年的时候,想不到我得了结合性胸膜炎,住院十一天。 以后还要坚持吃药一年,而且还有复发的可能。 我想这是怎么了呀? 我经见学佛了,却得了如此的大病。 这让我郁闷疑惑。 请开始。 打 你去医院,问问得癌症的病人。 身体好好的,为什么得了癌症? 看看可许则许这本书,明了三世燕果。 思维障碍 问 我总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与周围人的斗争中,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对立起来。 比如打七,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没过多久就感到部分人不舒服。 到后来几天,竟然觉得周围所有人都是敌对的。 虽然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送经拜颤时,常常产生这样的想法,让人很难受。 做义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点点的讨厌周围人,直到讨厌所有人,直到自己完全无法忍受。 这是不是冤亲债主的干扰方式? 打 这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习惯了贪嗔吃,不知不觉影响了自己的思维。 在周围的环境中,用这样的习惯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这需要自己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依靠佛力消除业障,转变身心。 执着外表 问 如果过度在乎自己的外表和他人的外貌,这样的心会感召怎样的果报? 怎样才能让自己断掉这方面的愚痴? 打 外表 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要透过外表看到实质,坚持修行,坚持败颤,忏悔业障,消除业障,才能得到智慧。 执着恶念 问 看到男女师兄亲密的样子,我就会在心里想,他们是否不正当,是否互相爱慕。 我控制过好些次,但是下次见到还是会这样想,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答 一方面,我们对待其他人,应该尊重轮场,尊重各自的关系,不要超越正常关系,产生错误。 另一方面呢,应该努力修行,消除业障,遵守无界实善。 问 我整天妄念纷飞,胡思乱想。 意义很严重,一看到不雅的场景就忘不了,还喜欢回想。 嗯,意义也很重,譬如在意念中扮演杀人的角色。 我很惭愧,也很苦恼。 请问这是什么因果,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自己身心清静呢? 答 这是自己曾经犯过这些业障。 都很重,意识中形成了这些境界。 所以,同类相惜,就容易沉迷其中。 建议你坚持吃素,诵地藏经,忏悔,放生,行善,念佛。 尤其要拜颤,每天按照礼佛大忏悔文,拜颤,肃消业障。 每天念地藏经,回向自己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每天念阿弥陀佛,回向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祈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问 因为我以前爱玩杀东西的游戏,所以现在对好多东西都冒出杀的念头。 甚至在干活时,脑子里也会冒出砍的想法,几乎一秒钟一个。 即便对我恭敬的人,我也会无缘无故地产生杀念。 当然,我不会去做,但是这个念头它会冒出来。 所以我很苦恼,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感觉这些意义在一点一点的侵蚀我的心念。 我该怎么应对? 打 心中想杀,就会杀念至圣,慢慢影响我们的身口意。 都向恶的方向去了。 所以,佛教育我们要断恶修善,明了因果,遵守五戒十善,逐渐扭转我们的方向。 业力还很强大,修行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业力。 坚持功课,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逐渐消除业障,身心清静就不一样了。 执着恩怨 问 学佛以来,明了了一些燕果,但还是有两点放不下。 一个是我的前男友。 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我也不喜欢他了。 可是他当初对我的态度太绝情,也太突然。 我到现在,都不能明白。 还有一个,是我们公司前任领导。 当初他总挑我毛病,总想把我赶出公司。 到现在,我也不能放下对他的成见。 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放下这两点? 打 我们和人的关系,往往会纠缠不清,恩怨夹杂。 这就形成了,冤亲债主的关系。 所以,对一切人,都应该怀有报恩的心,怀着感激的心。 这样,就不会形成恩怨了。 问 我和一个网友聊得很投机,就向他介绍佛法。 他不信,但我真心为他好, 就送了他好多光盘和一部地藏经。 大约半年后,嗯,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对经书要恭敬。 我想起来,我的这个网友他不信佛, 不知道他会不会把经书扔到哪个角落。 于是,就在聊天的时候,嘱咐他把经书放好,如果他不想看,或者没放好,不如还给我。 可能我说得比较直接,他很生气,立即要给我寄过来,并骂我是神经病,说,既给之,别移之。 我后来反复地向他道歉,拿出志诚心,向他道歉,忏悔。 可是,他不但不领情,还说我虚伪。 我真是太难受了,为此大哭一场,觉得自己没事找事。 后来我还特地写了篇日志向他道歉,差点把心掏出来,可他还是说我虚伪,仍然不原谅我。 现在我跟他已经不联系了。 可是,我往生时会不会放不下这件事啊? 这个人会不会不放过我呀? 我会不会因此就走不了啊? 我该怎么办? 答 这是没事儿找事儿,自寻烦恼。 以后,闭住自己的嘴,看住自己的心,修好自己的法,不要胡言乱语。 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默默修行就好。 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消除业障。 这些事情都会化解的,不必担心。 不要聊天儿了,老老实实念佛。 问。 知道前男友结婚的消息,我很生气。 刚才我给他留言,说我永远不能原谅他。 我恨他,恨得伤害了我的父母。 我知道这是因果,但还是控制不了,给他留言时,我还起得浑身发抖。 我和前男友有一个宝宝。 怀孕一个月时,男友让我打掉宝宝。 我愚痴,就把宝宝打掉了。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得恨他。 我怎样才能不恨他。 打。 不必纠结,不必放在心上了。 这样只能增加痛苦,延续痛苦,毫无意义。 看看可许则许这本书,了解因果原理。 为情所困 问 我被自己的心降服了吗? 为什么情职总也解不开? 一想到他结婚或者谈恋爱,我就不知怎么面对。 自己谈恋爱时,也无法忘记他,根本谈不进去。 请问,我怎样才能不为情所困? 打。 这就是我们身口意,造作贪嗔痴。 这种恶的力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 坚持功课,逐渐转心,用佛力熏修自己,不再恶浊。 问 我曾受过感情的伤害,但是却舍不下对他的贪恋。 天天都在想他,而他却死也不肯见我。 我三十二岁了,就因为舍不下这个人。 对象也没有,家里很着急,我自己也很焦虑。 我一直在读地藏经,但是烦恼还是很多,总是时不时的就被这些事情烦恼着。 我可怎么办呢? 打。 如果我们想佛能够这样想,天天放不下,时时都在念佛,那就好了,一定能够修行成功,一定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 问 我和男朋友分手了,原因是,他反对我学佛,但我还是放不下,我知道我去找他是可以和好的,但前提必须是,我要减少修行时间,或者只能默默地修行。 我真的很矛盾,有时候真的想放下一切,不要为了儿女情长,好好修行,才能真正地帮助众生。 但是说实话,我确实放不下,我只有这样忍着,拼命地压制自己的感情,不去找他。 我也知道随缘,但是只要我迈出那一步,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的。 可我又不能耽误自己生生世世的会命,和想帮助众生的愿力,我现在真的快疯了。 答 修行和世间法是不矛盾的,帮助众生不是要脱离众生,而是和众生在一起。 家庭成员也是众生之一啊,应该去找,和和气气在一起,自己安心默默修行就好。 牵挂孩子 问 老公想带孩子回老家过年,可孩子一直是我和我父母带的。 让孩子去他家待一个星期,会不会有事啊? 哎呀,我实在是放不下心,我,我怕他们带不好,我该如何处理? 答 应该放下心,而不是担心。 这个世界只有放下,才能解脱。 问 孩子跟老公回家过年,回去六天了,我很想孩子,总担心他。 因为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有我和我父母带,所以我真怕他们管不好孩子,而且怕孩子会想我们。 我现在很纠结,请问我该怎么想,才能让自己想通,心情变舒坦点。 答 想想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在哪里啊? 想想百年以后,自己在哪里啊? 什么东西可以永远抓住不放? 什么人可以永远在一起,不分离呢? 问 孩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孩子去年打过一次气,之后一直坚持上学路上送圣号,放学念佛号,而且坚持每天拜颤一到两个。 啊,中间呢,偶有间断。 孩子的身心有一些变化,比如以前常去医院,每年药费几千块钱,今年几乎没有得过病,在学校也喜欢劳动了。 但是,孩子一直有说谎不听话的毛病,学习上不认真,贪玩儿,成绩不太好。 前几天发现,他在自己房间拜颤,只是关着门,放着录音站在那里耗时间。 孩子的这些表现,一定是我对他的教育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我做得不如法所导致的。 我很惶恐,深深忏悔。 我以前常常对他发脾气,孩子有些怕我。 现在我努力控制,耐心地跟他沟通,凡事也尽量从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表现得有说有笑。 我以为孩子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啊,没想到做出来的事情,完全不对啊。 我该怎么办呢? 打 其实,没有问题,你把你自己的目标,强加于孩子身上了。 对于孩子,要尊重现状,善于引导,逐渐进步。 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沟通交流,通过修行,慢慢提高,这就起到了作用,而不是将孩子和健善尽美挂钩啊。 孩子不愿意。 孩子不愿意拜颤,听,读,忏悔文也很好,不必强求,不要使孩子产生逆反。 问 我女儿十八岁 得癌症近五年,两年前转移到肺部。 几年来,我们带着她天南海北的医治,却越发严重。 今年八月底,接触地藏期,我们夫妇都坚持功课,也经常放生。 孩子不能拜颤,但是每天送礼佛大颤悔文和地藏经。 她时常感到肺部,有清凉的感觉。 但是最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肺部积液多,随时又失去生命的危险。 我和丈夫痛苦万分。 请问我们该怎样做才好? 我们该如何减轻内心的痛苦? 答 要明白因果 看看可许则许这本书 尽力了就好 长期坚持 逐渐消除业障 要透过现在看到前世今生和未来 只要修行就是在断恶行善 就会逐渐清静 往好处走 发露忏悔 问 我今天才明白自己错了 彻彻底底错了 全都错了 活了三十年一切都是错的 造的都是罪业 以前还想找自己的错 找什么呢? 找不到了 就活在里面 怎么找呢? 还绞尽脑汁想自己犯过哪些错要忏悔 勉强找来一些 其实就是心里还觉得自己是好人 所以找错 我今天明白了 确实一切都是错的 起心动念都是错的 只有大忏悔文 能包含我所有的罪账 我一辈子都忏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活多久 我就忏多久 因为忏不尽呢 嚎啕也无法表达我的内心 只有志诚恳切地拜忏 借助佛的功德灭我的罪 真真正正只有拜颤 才能救我 打 天黑了 我们点亮了灯 以为我们就能看清楚一切 掌握了一切 其实我们无法知道的 太多太多 我们学佛了 以为我们知道了 其实我们还在无名里打转转 自己骗自己 以为知道了 其实还早着呢 老老实实修行 不搞花样 不被自己的想法 主意 拉跑了 一定要依靠佛 就这样修 一辈子不乱跑 直直地 就走进了 佛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